你好 我是Amazon 欢迎来到 Good Talk 讲得好 谁讲得好呢 Roger Love 讲得好 他说 怎样保养美妙的声音 Roger Love 是谁呢 他是美国顶级的声音教练 Vocal Coach 他的客户包括有歌声 和演讲家 根据长期的研究和观察 他发现 以下有12个建议是非常重要的 建议一 多点喝水 室温的清水是最好的 每一天要喝4公升 水是滋润发生系统的关键 水份不足 尿液就会变黄 白色才是正常的 建议二 小心咖啡 咖啡就令到身体的水份流失 早上喝一杯是可以的 但再多些就要小心了 建议三 多糖有害 糖分容易令到喉咙 产生黏液 影响发声 吃香口胶 都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建议四 留意酸性 看看冰融在酸性的饮品里面 你就知道酸性对于声音其实都有不良的影响 建议五 酒精影响 酒精会减低血糖 减低染缸的能量 喝的时候要適可而止 预留时间 令到身体可以分解酒精 建议六 奶类製品 奶类製品 容易令到喉头产生黏液 影响发声 建议七 关于热饮 热饮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热力会令到血管膨胀 冰水 都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冰冻会令到血管收缩 都是室温的水 最好 建议八 吃得太饱 可能你知道 消化要用人体大量的能量 吃得太饱 就没力去演讲 建议九 声音沙 首先要试一试吞口水 看看还有没有痛 如果还有 就要等声带休息复完 持续就要看医生 也可以试下用腹式的呼吸 看看有没有改善 建议十 关于喉糖 多点喝水的效果 肯定是好 吃喉糖的 建议十一 吸烟有害 吃烟肯定是有害声带的 建议十二 关于开声 有人误会了 早上的声音未曾开 其实如果做足了声音的 热身活动 什么时间 都可以有美好的声音 当然 足够的睡眠 是很重要的 作为总结 声音教练说 每个人的身体 都是不同的 要自己试一试 然后感受一下 再做调节 而且以上的严格建议 只是适用于 唱歌 或者说话的专业人士 其他人 就知道一下 参考一下 Good up 讲得好 我是Amazon 你的演讲 和简步教练 下次见